I need some West Coast vibes We got inside We got out of California 现在亚马逊官网的黑五优惠中 你可以以近乎历史最低价买4个AirTags 19%的折扣要把握 总共仅售80美元 这相当于每20美元买4个AirTags 正常每个价格30美元 这一集 我们还知道你如何设定分享AirTag给特定的亲友 Apple的AirTags应便利性变得受欢迎 可用于追踪物品 亲人 只需将小小一个圆盘与iPhone配对 取一个名字即可 然后别再需要被追踪的物品或者人物身上 放入手袋 背包 钱包或将用钥匙圈拴着也可 AirTags与FindMy应用程序兼容 应到你锁定位置 如果在附近的话 AirTags配有小喇叭 因此会发送轻微的讯号声 让声音引导找到 追踪器还有防水功能 可以抵御泼水或掉入水坑 电池寿命可持续大约一年 从iOS和iPadOS时期开始 苹果允许用户分享AirTag 这将允许超过一个人追踪特定AirTag的位置 这一段我们展示分享AirTag的设定 在开始分享AirTag之前 有一些重要的讯息你必须知道 首先你只能跟另外5人分享同一个AirTag的位置 您还需要用到两阶段的验证 借此保护Apple ID 你愿意共享AirTag位置的其他人 也必须有自己的Apple ID并登陆iCloud 每个人还需启用iCloud Keychain 首先请打开寻找我的FindMy应用程序 然后选择物品Items选项 然后选择要共享的AirTag 滚动到分享此AirTag Share this AirTag 然后选择添加人AndPerson 添加要与之分享AirTag的Apple ID 完成后 选择右上角的分享 在主萤幕上 你会看到所邀请的用户列表 有人接受邀请时 他们将在其寻找我的FindMy应用程序 看到共享的AirTag 当AirTag靠近时 他们将不会收到追踪通知 如果邀请被拒 这人的名字将从列表消失 说完分享就说如何停止分享AirTag吧 要停止分享AirTag的过程相似 再次打开寻找我的FindMy应用程序 然后选择物品牌等选项 选择AirTag 然后选择与之共享的人 选择停止分享Stop Sharing两次 一旦完成 他们将看不到AirTag位置 也不会在AirTag移动时收到追踪通知 现在 你可以与家人或朋友分享AirTag 追踪特定物品或人的位置 这使Apple的设备变得更出色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 Hit like 然后请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谢谢拜拜